我們來看第六題 他說T是時速 這種動點少出來的軌跡方程式 這個是x座標 這是y座標 我們現在來求什麼呢? x跟y的關係 就是 x等於 1-T平衡 y是等於 1-T平衡2T 我把它除上去 y除X是等於T 當然x不能等於0 如果你解出來有x等於0 x不能等於0 如果你解出來有x等於0 那個解要t掉 好 然後 我現在 嗯 我把這個T解出來 把它乘過去 就2等於1-T平衡 它乘x 然後我就知道 T平衡x等於多少x- 那現在 我們就知道 t平衡等於0 等於x分之x-2 好 那今天我就把它帶回去 帶回去變化 變化 y平衡 等於t平衡x平衡 那 t平衡是這個 就是x分之x-2 乘以s平衡 x不能等於0 所以就得到 方程式 乘以s平衡 乘以s平衡 減掉2x 所以就得到 方程式是s平衡 乘以0 等於0 然後x不能等於0 這個xy 不等於0跟0 這個方程式裡面沒有這個解 你看,y如果等於0的時候 那x也不等於0 所以這個解釋不對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答案就是這個 x,y不能等